好,我們要再做一個示範對不對? 對 對 要嗎?要做一個示範嗎? 他們都對你不好 都要一直看人家修理 現在就是說,剛才談到一個氣節 我們如果說氣不通 會有刮沙 沙就會有結 我們大概 我們如果做一個比較簡單 但是正式的示範 在這樣氣一化 會先感知到他能量的狀態 比如說黃師兄,我第一個感覺到的是 他的頭的後腦 他的後腦的部分 然後啊,大概他的肩 但是啊,你看黃師兄 坎坎而坎,但是我覺得 喉嚨的壓力比較緊 就在這個地方,頭跟肩膀的中間 這個地方,在比較緊 所以當時他跟人說話 比較會刮聲,是說比較安然 這個是他的部分 然後他在胸的 胸的這個地方 大概在彈中穴的附近 這裡有股氣悶住 這是心的部分 然後呢,大概再來再有的話就是腰 其實你們如果看有多接幾個人 就會知道說其實人的結構都一樣 跑不了他只是先後的次序 跟前面後面而已 其實這個你們做久了就會有經驗 然後再來的話 大概啦,覺得 大概他的膽筋的部分 膽筋的部分 這個地方 壓力也比較大 我的感覺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請問黃師兄 你這些位置平常會感覺到不是很舒服 Bingo 有啦,這個是一個能量現象 然後接下來就要請黃師兄吃杯 就是我要去解他的心 因為進來的時候 覺得比較明顯是這裡跟這裡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地方切 我們會講說黃師兄是一個相當有思維的人 所以我在他的後腦這個地方 感覺到他有一個沉濕的能量現象 所以代表他隨時隨地的都在一個思維的狀態 但是呢,因為我們講說頭肩下來之後呢 我就會覺得他喉嚨卡卡的 我覺得他會有一股說 說是無力感嗎 就會跟這裡有關 還是說跟這個膽 因為我覺得從這個地方去切進來的時候 他有一個不願意去表達的狀態 他會覺得說 說這個不知道有效果 還是說這個病 是說很能夠落實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有一個不在那裡 我的感覺 所以這個部分會讓他停 會讓他停下來 對表達的部分 所以這就是腳腳的原因 然後肩膀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韌重道遠的部分 認重道遠的部分 所以他的使命感很重 他從來沒有停止過 我想他可能是幾十年來的修為 甚至可能是上輩子 我們看到他是一個大和尚 前世的部分 是一個大和尚 大和尚的時候就是在邊經典的那種人 也是的修行 所以他會覺得認重道遠 但是因為他這個地方的能量沒有上來 所以他有一個自我擾動的部分 就是無力感 然後我覺得不知道怎麼做 還是做的沒有用的那種思維的部分 什麼的感覺 然後 所以有的時候到這個地方來 在這個地方我看到一個就是 補一下那個感覺 雖然有時候有些無力無力有些 但是你也會邊去補一下 補一下就是像我們跟他說 換一個那個 那個心的感覺 太前世的地方 他這個地方 有在這個地方 怎麼去講那個 師兄賣主婢喔 答案在這裡喔 師兄沒有很真誠的去表達他內心跳的表情 然後有的時候外在有一點點虛張生氣 那所以自己知道不爭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去那裡 所以我會邀請師兄在往內 在往內神殿一下 把你要的東西去創造出來 我覺得這樣可憐對我們的線條比較大 這是我後面從我的經驗 你若看著這個東西就要去放手 你不能陰在我 比較有這個環境的料理就對了 這樣就定義沒有了 那就定義 我這個有完了 我已經完了 謝謝你的慈悲喔 我們看到黃師兄真的要很敬佩啦 戰戰兢兢 但是我必須要講真話 我必須要講真話 因為我只能這樣我感受到的東西 謝謝 不會 身體我幫你稍微處理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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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幫我結尾嗎 因為我們再剩兩分鐘 對 對 哈哈哈 結尾兩分鐘 來 對 邊結尾邊做就對了 對 對 那 各位今天聽了這一場 覺得怎麼樣 很好 很好 剛剛開始的時候 開中民意就跟各位來報告說 講真的少有人會聽 這個就像那個鍾石雄講的 真的是緣分的問題 你這個緣喔 因為要帶進來 你沒有那個緣分很難走進來 那我第一次跟他接觸的時候 他就把我心裡的想想的東西 就已經講到一部分了 那今天你看到這些東西 因為我本身也是做自然醫學的 他講的都對 我也知道我也一直在調這些東西 但是呢 很少人講的這麼準確 那後面那個真字是什麼 這個我講一個故事 有一天喔 我到一個道教的一個公廟 我大概插腰在那裡 聽他們在講問問題 大概問了兩三個小時以後 我又一直插腰在那裡 那所有的人都問這個公廟的機身 問問題問完了 這個機身就講了 有些人喔 來到這裡連報本名字都不願意 他就講我啦 因為我就在那裡看 我都不出一點點聲音 他就要看 看兩三個小時 好了以後呢 他告訴我 你什麼都好 你的差異也不好 就是剛才老師講的真 這個真喔 這個真喔 我回去大概悟一個禮拜 我發現到真的講對了 但是呢 今天 鍾老師講的真 跟那個機身所講的真 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這個機身指點我的是一種修行的問題 因為我一直沒辦法突破的地方 他就是指點 那今天鍾老師講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所謂的是的問題 也是一個真 因為其實喔 我現在所採取的心態是什麼 反正都跟我無關 因為為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做很多事情 就像鍾中老師講的 效果不大 所以我現在守護的就是說 有言者來 只要是有言有利益眾生的 義不容辭 只要是講假話的 一看就懂了 那我就離開了 默默的離開 也不會去跟人家爭 那就離開就算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 該我們做了我們就不做 這樣了解吧 所以今天鍾老師 是不是從這個氣的領域裡面 可以看到我們的身心靈 靈今天沒有講到 因為靈也不能講也不用講 那把心的部分跟身的部分 把它結合起來 這個方法比較少 能來從這個角度上看 對不對 那一般來講 都會把自己講得 比較偉大一點 那鍾老師把自己講得 比較含蓄一點 那我想這個就是 他跟人家不一樣的 他還是等待有言人 希望有人人 有言人自己去找他 好 各位是不是有人人 那我們就自己打電話了 謝謝 謝謝 時間剛剛好過兩分鐘 那你感覺一下來 身體有沒有比較鬆 有 當然是一個鬆 好 心如果開了 身體就鬆了 就這麼簡單 非常開心 然後這個就來分享 然後呢 我是一個工具 還是得記得 那這些東西 你就回去運用看看 那如果不夠適合的地方 我們就等下 等下 我們就打電話 那我們的獎益上面有電話 那我這邊有帶一些影片 如果需要的時候 那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